癌细胞害怕四种碱性食物,建议每天吃,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生病后免疫系统会更有针对性的修复身体漏洞这些说法貌似听起来很有道理。 在经历困难后往往会更有韧性,但科学研究表明,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有时没有杀死你的东西会让你变得更加脆弱。 看似已经恢复的免疫系统往往千疮百孔,而免疫力是抗癌的关键。 提高免疫力重中之重就是学会怎么吃。 2019年7月,在单位上班的张志豪感觉一阵腹痛,冒冷汗。 他以为是自己中午吃坏了肚子,自己去药店买了胃药和止痛药。 此后两个月,腹痛仍然未消失,并且张志豪迅速受了食斤。 他这才一死到不对劲,来到医院就诊。 胃静显示胃脚有一个2.11.8厘米的深溃疡。 胃静室的医生跟他说这个溃疡看上去不太好。 肉眼无法辨别性状,需要取活检做病理检查。 张志豪躺在床上心里忐忑不安,只能不断地祈祷是简单胃溃疡。 一周后,病理报告显示为胃脚低分化腺癌。 肿瘤标志物是正常数值的5倍。 张志豪被确诊为胃癌。 听到结果那一瞬间,张志豪只觉得天旋地转。 全身血液倒流,手脚冰凉。 所有的癌症患者确诊后的第一想法都是, 为什么是我? 医生要张志豪当天办理手续入院。 晚上睡在医院的单人床上时,张志豪的思绪很乱。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出现腹部不适,早在2016年读大学时期。 张志豪就出现过好几次胃痛。 当时他去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强阳性。 医生给他开了四连疗法,嘱咐他按时吃药。 四连疗法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常见手段。 主要包括两种抗生素,一种B剂,一种质子泵抑制剂。 当时吃完三个疗程后去复查, 幽门螺旋杆菌处于正常值的临界点。 医生建议他再吃一个疗程, 但由于药物太苦和检查达标。 张志豪便没有听取医生的建议。 此后几年胃部一直没有出现过疼痛情况,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没想到幽门螺旋杆菌又杀了个回马枪, 还发展为胃癌。 思绪飘回来,张志豪心里百般后悔。 是不是当初坚持吃完最后一个疗程, 胃癌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可惜人生没有后悔药,也没有回头路。 张志豪唯一能把我的只有现在。 第二天专家会诊后,张志豪转入了肿瘤科。 由于胃镜无法看到浸润转移情况, 他又做了腹部增强CT和胸部朝廷检查, 结果显示出现肺部腹腔转移。 手术难度很大,由于分界不清晰, 无法完全切除赶紧,复发可能性也很大。 临床上大部分的转移性胃癌的生存期只有一年左右, 五年内生存率不到5%。 医生建议先做化疗,控制癌细胞扩散。 初步决定用SOX加赫塞亭, 并且张志豪的免疫组化显示他有一个治疗把点赫2, 可以联合把相治疗,增加控制概率, 初步决定做六次化疗。 张志豪需要三周输一次奥杀利博, 同时吃两周替极奥。 这个方案是临床胃癌首选方案, 不良反应较传统药物小, 并且脱发不严重。 听到医生这么说, 张志豪非常高兴, 认为天无绝人之路。 前几次化疗确实也如医生所说, 没有什么感觉, 但随着化疗药物在体内堆积, 张志豪发现浑身的力气像被抽干了一样, 手脚麻木,皮肤出现了黑色素审电, 六次化疗做完, 复查显示张志豪的肺部转移病道消失, 肿瘤明显缩小, 改用T级奥加赫赛厅CEA, CA19-9均有所下降。 两个疗程后, 张志豪的肿瘤终于迎来了手术机会, 做了姑息性喷门癌全未切除术, 但医生告诉他, 他的抗癌之路才走了一半, 腹腔转移部分的肿块, 只是尽可能切除干净了, 五年内有60%的概率再次复发, 张志豪却不想再继续进行化疗了, 他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是强母之末, 坚持要出院, 出院前, 医生找到张志豪和他进行了一次详细谈话, 建议他回家后按照济阳式食疗法, 这个方法是日本明医济阳高岁通过研究癌症40年, 14年追踪调查后独创的癌症饮食疗法, 不管是对于末期、转移、复发的癌症, 只要坚持三个月都能起到70%的有效率, 张志豪听完后大受震撼, 向医生道谢后回家就按照这个方法调整饮食, 2020到2024年复查都显示张志豪的身体指标稳步恢复, 到了2023年癌细胞病灶全部消失, 肝肾功能也恢复到正常值, 不了解张志豪患癌经历的人看到他, 怎么也想不到他曾经是一名胃癌三期并发多处转移的患者, 张志豪也把自己的经历和食谱发到网上, 希望能为更多患者提供帮助, 在济阳式食疗法, 有四种碱性食物能够有效抑制癌细胞, 坚持吃人人都能看到自身状况的改善,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清除健康隐患, 这四种碱性食物能够有效防碍抗癌, 因为它们富含人体必须的多种营养物质, 如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 这些食物不仅美味可口, 而且易于消化,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第一是菠菜, 菠菜不仅富含维生素C和抗氧化剂, 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有助于消化, 此外, 菠菜中还含有一种称为叶酸的重要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有效地防止细胞突变, 从而预防癌症的发生, 第二是豆腐, 豆腐是由黄豆制成的, 富含蛋白质和钙质, 这些营养物质对于维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此外, 豆腐还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叫做大豆一黄酮, 这种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有效地预防癌症, 第三是海带, 海带富含点和其他矿物质, 这些物质对于维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此外, 海带还含一种特殊的胶质, 这种胶质可以吸附体内的有害物质, 并将其排出体外, 这种胶质对于预防癌症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是蘑菇, 蘑菇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可以帮助身体排毒, 增强免疫力, 其中最为常见的蘑菇种类之一是香菇, 它不仅美味可口, 而且富含维生素D, 这种维生素对于预防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效果, 少吃盐, 多吃粗粮能够有效防癌抗癌, 这是因为粗粮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改善消化功能, 从而减少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 另外, 粗粮中的抗氧化物质如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E等, 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从而起到防癌抗癌的作用, 此外, 少吃盐也能够减少患癌风险, 过多的盐摄入会导致血压升高, 从而增加患上某些癌症的风险, 因此, 减少盐的摄入量可以降低患癌风险, 同时也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苹果、香蕉、胡萝卜、西红柿、芒果、 丝瓜、菠菜和韭菜这些食物中富含的胡萝卜素, 尤其是番茄红素是一种强大的氧化剂, 具有极其出色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 这些食物对于防治前列腺癌、 肺癌、乳腺癌、子宫颈癌等具有显著效应, 它们能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扩散和复制, 此外, 番茄红素还具有保护DNA免受自由基伤害的神奇作用, 有效预防细胞突变和癌变, 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表明, 每天摄入30毫克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预防前列腺癌、 消化道癌、 绑光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 并在外界诱变剂的作用下起到保护基因突变的作用。